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活菜园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佛手瓜 佛手瓜的种植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在网上也有很多文章讲解和参考 用通俗的话来说 它就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爬藤的菜瓜 种植不需要太多技巧 在温度气候适宜的时节 在生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对主慢进行打顶 伸出侧枝就可以接瓜了 佛手瓜在开花结果期原则上是一节一瓜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所有这些佛手瓜的枝慢 都是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朵瓷花 只要瓷花授粉成功 无论是蜂莓还是虫莓或者人工授粉 都可以接出一个瓜 所以种过佛手瓜的朋友都知道 佛手瓜的高产并不是什么秘密 因为它的产量是由这种植物本身的生长习性决定的 一节一瓜 我今天在这里主要和大家聊的是 从超市购买的佛手瓜是否能够育苗接出果实呢 相信这是很多住在北方地区 特别是纬度较高地区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在这里以我种植佛手瓜的个人经历和您聊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佛手瓜有几十个品种 大体来说通常市面上见到的佛手瓜有有刺和无刺的两种 实际上仔细观察市面上的佛手瓜应该有三个品种 皱皮有刺的佛手瓜 皱皮无刺或者顶端带有微微刺毛的佛手瓜 还有一种就是原产自墨西哥的光皮且表面非常光滑无刺的佛手瓜 如果您是在超市购买的佛手瓜育种 大概率买到的佛手瓜是原产自墨西哥品种的纯光皮表面极光滑的无刺佛手瓜 大家知道佛手瓜是原产自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作物 所以不耐霜冻且生长期较长 在20摄氏度左右且每日日照时长不宜多于10小时的情况下 花芽最容易分化 从而开花结果 正因为这种情况使得最传统的光皮无刺佛手瓜 无法在广大的北方地区种植 所以科学家便培育出了皱皮有刺和皱皮少刺的佛手瓜在北方地区种植 因为它成熟时间快 且花芽分化不受长日照和高温的影响 以我居住的加拿大为例 无论是西部的温哥华还是东部的多伦多 如果您种皱皮有刺的佛手瓜或者皱皮少刺的佛手瓜 通常都是5月播种 8月中开始结果时 其实这段时间内每日的日照时长 基本上大于12个小时 而且加拿大东部地区的温度 白天也可以高达30度 所以传统光皮佛手瓜短日照和20度低温结果 对这些改良后的皱皮佛手瓜品种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光皮佛手瓜需要短日照和最佳20度结果 而皱皮无刺或者有刺的佛手瓜并不需要短日照和20度结果 目前我后院中种了光皮和皱皮两个品种 皱皮的佛手瓜已经在8月开始结果了 这是我今年后院春波以来正式成熟的第124种蔬菜 而光皮的佛手瓜 我1月份育苗 目前8月底 子曼孙曼生长基本都在6到10米 但依旧没有花苞 这是由于长日照导致的花芽不分化 根据我以往的种植经验 墨西哥光皮的佛手瓜在纬度脚北的地区通常要到9月甚至10月才会开花 而且是掀开熊花 众多北方地区在10月气温会降得很低 所以即使结果产量也不会太高 最后我想说的是 如果您居住在常年无霜冻 全年最低温度可以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的地区 可以尝试种植纯墨西哥品种表面光滑无次的佛手瓜 这种佛手瓜也是所有佛手瓜中口感最好的 如果是在北方且无霜期较短地区的朋友 那么推荐您种植皱皮有次的佛手瓜 或者皱皮无次的佛手瓜 所以选择好佛手瓜的品种 是在春天种植前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如果种错了品种 那就只能吃龙须菜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